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彼此就是不管是韓國的廠商 还有我们之间就是都觉得很新鲜 有这样子的机会 就是让我们台湾的角色 到韓国的市场发展 在本地的市场已经可能饱和了吧 所以就是开始要吸收更多的心血进来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有机会发展的市场 2016年起开办的光州ACE展 涵盖媒体娱乐游戏动画角色人工智慧 是亚洲最大文化产业综合市场展 去年在疫情下也吸引近31万人次 参与线上及实体展览恰商 出口恰谈额达1亿8720万美元 文策员表示 未来将持续媒合海外市场 期待能让台湾原创角色走向世界 一所发展计划 一所发展的影响